這個都是我們原本的內置 就是說它還沒有經過我們改裝 鴻海員工跟新壘市長侯友宜 介紹電動車軟硬體配置 鴻海在寶高智慧產業園區的研發中心 未來將成為電動車和半導體基地 除了布局硬體 軟體也成了新的決勝點 目標五年內招募千名軟體工程師 真材是全球的 我們並不是說只有在台灣真材 當然跟各大學的合作那是一定的 所以我們就是AI所 通訊所 資安所 半導體鎖跟量子鎖 那量子鎖裡面有分軟體硬體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幾個領域的人才 但是領域都還是很大 所以還是要enline到集團的目標 強調鎖定跨領域通財 才能奠定未來發展潛力 目前園區已經吸引不少廠商進駐一期 像是沿陽藉由AI路況偵測 能隨時掌握人流與車輛計算 將可以輔助未來電動車自駕模式的行駛路徑 沿陽集團的總部可以搬來這邊 當然我們也期望就是說 第二期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在這地方有一棟屬於 營養集團的企業總部 五年之內有一個新的投資計畫 包括了我們的生產設備 包括了我們人員的一個雇用 預期第一期的投資是2.18億 進駐廠商橫跨AI到醫療等各領域 包含GARMI 異星生衣 品味電子等 未來寶高園區一二期 加起來將有9.4公頃空間 預估帶動1.6萬個工作機會 將成為智慧城市產業 新聚落 金新聞社會洪偉濤採訪報導 節奏 水 posição 你要收視你 CB recording M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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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